所谓的好水呢 一般好水应该要满足哪些条件 对了 首先呢 它要安全 是 要安全 然后呢 还要健康 那么我们提倡的理念就是什么 安全是前提 健康是目的 那么什么叫安全 到底什么是安全 所谓的饮水安全 或者叫安全饮水呢 就是我用各种各样的技术 把水中的污染物 不管是化学性的污染物 还是生物性的污染物 比方说细菌病毒 化学性的污染物 有中菌薯 有其他的什么 我刚才讲消毒负产物等等 或者其他的化学污染物 统统给它去除 让水里头没有任何污染物 这个就叫安全 好事 但是呢 有些个技术呢 把这些个污染物去除的同时 往往呢 它又把水当中对人体 有异的东西拿走了 也剔除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提倡第二个观点 什么意思呢 既安全 还得要健康 那健康这是什么概念 健康刚基本概念是这样 保留 在安全的前提下 对 尽量的保留 水当中对人体有益的矿物元素 比方说我们饮水当中 是 饮水当中 含有钙 含有煤 甚至有些个地区的 测来水当中 还有偏硅酸 还有丝 甚至还有锂 这些对于人体的发育 都是有重要的作用 另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浮 浮 就是那F 这个浮呢 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水当中浮多了 它就有毒性的 是 比方说长黄牙呀 甚至长孵骨症 但是如果水里头少了的话 它影响牙幼稚的发育 最后呢 长大之后呢 容易长屈齿 就我们说的 冲牙 冲 冲牙 冲牙